大家好,是律师最好和批评书 这两天跟这个中国的老百姓的日子,民生问题该干上了 所以我这两天在网上瞎逛的时候,我特别关心中国的老百姓过日子,民生问题 真的是,哎呀,挺让人觉得心痛的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荒唐的事情,也是关于老百姓的这个身脑病死 最后一个词是什么,是死,现在死也死不起啊 说这个有个报道说20年的墓地欠费了 政府给你发通知,你的爷爷或者说你的父亲 20年前去世了,不是买了一块地吗 是吧,都有个墓地啊,亲密节都去扫墓啊 说这个20年过去了,欠费了,要收多少钱呢 收一万二千块钱,一个墓里一万二千块钱 你说一个县里面多少个坟墓吧 哎呦,政府赚钱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真的是真的是可以,你看他说是温馨提示啊 叫做什么 请购墓以满20年或者宁静20年的家属 到政府接待大厅登记信息 配合缴拉管理费等相关的费用 预期一年不补交 续交墓屑维护管理费者 墓院将按照国家审施 冰藏管理条例啊,目的管理的规定执行 按照五主的目的 骨灰处理 那怎么处理,反正就给你跑了呗 给你把骨灰给扔了呗 是吧,交钱啊 中国的事情真是缺德,我觉得啊 还有这个,这是刚才说的是河南这个地方的事情啊 现在是云南这个地方的事情 说这个云呢,有一个这个墓园呢 和银行联手推出了一个新的业务 叫什么呢,叫目的按截贷款 没有最高的限额 你贷多少都可以啊 贷1000万亿都可以 你知道吗 而且是说什么还不需要抵押 不需要抵押 这个贷款的不会贷给本人 那时你人都死了,你贷给本人干嘛 这句话 好意思写出来啊 贷款不会贷给本人 如果客户50岁60岁 他的子女可以成为贷款人 如果客户70岁80岁 他的孙辈 可以成为成为贷款人 你说这个什么事 有些中国的韭菜都想不通 这世界也推魔幻了一点点 说这个什么黑色幽默都不带这样搞的 说特别的有意思 你知道吗 说我们这个了解一线城市的房价有多恐怖 但是比房价更恐怖的是目的的价格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 一块经济性的目的售价高达20万到30万元 并且只有20年的期限 这意味着每建个20年就要多交易此钱 这就算是家里有矿也很难支撑 经济性的目的20万做20年 现成一套小户型的房子也就几十万块钱 还有70年的产权 并且还能作为投资在极大的情况下 当作正常的房屋出售 既然房子跟花算干嘛非要买墓地呢 当然是有需求了 有需求就有供应 说这个天津的静安区 有一个墓园 在搞这个事情 很有意思 天津也是做到极致 他们通过钻这个法律的空子 建的小区 而这个小区无一例外都是宁堂 听懂了吧 就是天津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他是没盖房子 他盖的什么 盖的全都是宁堂 所以他们这个房子叫什么 楼房是宁堂 牛逼啊 天津的静安宁丸 你看这个 楼房是宁堂 是个什么样子呢 还有照片 说这个楼房中每个房间门窗 皆是都是黑色的 并署名寺堂 还有大红花 走囊上 就是 看上去特别的阴森 你知道吧 因为两边都是 这个宁堂嘛 是吧 说这个 这个项目刚刚推出 就是有点没人看 当时的房子的价格也就也就不过如此 但是六年间啊 这个价格迅速攀升 现在到了什么 不得了的事情啊 所以现在有 小区已经入住了3000多个家族 有多少个骨灰 有10万个骨灰 我跟你说 赚总啊 这个小区 你他想的出 他搞这么 你盖房子 就盖房子 改个宁堂 楼房是宁堂 一个一个给你放 知道吧 说这种魔幻的现实啊 是高房价 高地价 的情况下 死不起的 极致的反应 你知道吗 挺好意思 说这个 还有更有趣的是 一个什么事 说在 在什么地方 在广东 湛江 有个地方 一个是 尔东城的家族 他们家收到了一个什么 通知书 叫做 伪章建筑通知书 是个什么事 那是不是 说他们坐落在宁业的研究所里面 已经有300年历史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祖坟 被政府认定是伪装建筑 开发商政府要求限期迁走 然后这个城市后人出世的祖谱和相关的文书 显示 这块地 城市的祖上用来安置族人的坟地 从前农年建筑 从前农年建算起 到现在 差不多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 说这个 你说这个开发商也是缺德 想动这块地 没办法 搞这个伪装建筑 然后政府还拿到了 批为 说就是一个伪装建筑 是吧 说当地的管理部门说 这块坟地的土地的 所有权早在1977年就 划给了这个林业的研究所 2004年被政府拿出的挂牌交易 坟地是没有手续 当然没手续了 前农年建的有什么手续 是不是 那是个人家是个文物好吗 就没办法证明 你知道吗 完了以后就是说这个 说这些个墓碑 不能算作证明 你说这个墓碑是 清朝的时候墓碑 说话不算数 你知道吗 所以特别多的奇迹 然后双方还打官司 最后也没搞定 还有呢 说这个武汉市江下去 你知道吗 也是为这个目的的事 打官司打起来了 所以老头 状告这个什么 一个真政府 说他没有请律师 自己脚穿着雨鞋 站在法庭上 慷慨唇词 说这个 清朝时候是我家 民国时候也是我家 小鬼子来的 还是我家 你们来的 就变成你们的 凭什么呀 是吧 我不信邪 说这个 说武汉 这个2004年的时候 是武汉这个法院 判了 说这个老头子 打官司打赢了 知道吧 说这个 这个陈家的 广东 战江这边 陈家也打官司 结果没打赢 你知道吗 中国的事情真是 是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这个东西 为什么出现 这么荒谬的局面 其实很简单 非常简单 首先第一呢 是 中国现在 做什么事情都不赚钱 除了房地产 所以呢 政府呢 搞什么都不赚钱 除了卖地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 赚钱的人 想赚钱 只能去做房地产 政府呢 他想搞点财政收入 他也只能卖地 但是 过去稍微有点价值的地 都已经卖空了 知道吧 卖光了 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呢 上哪卖地 这当然呢 就开始打死人的主意了 所以一方面 我们看到 你这个 你这个 木地 我要找你收钱 一般的木地的那个地方 风水都挺好的 风水都挺好的 中国人他就喜欢搞这个事情 说我要找个风水好的地方 祖坟埋得好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父母就跟我说这个话 尤其是我老爸 那脑子真是装的 无产业绩革命的屎 一天到晚是祖坟好不好 你说这都什么事 是不是 一个人 你的事业是不是有成 你是不是赚钱 你日子过得好不好 完全取决于你的努力好吗 你如果不勤奋 你如果不努力 你如果没有自由 你怎么个赚钱法呢 是不是 后来我学了点经济学 又读了圣经 我就明白了 一个人的生活 他好不好 三大条件 第一是什么 自由选择 此地不留业 更有留业处 人罗活 树罗死 你如果中国不自由 我走 是不是 多好 是不是 如果湖南不自由 我来吗 去北京 是不是 北京不自由 我去美国 对不对 自由选择 这是一个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 第一条件 第二条件是什么呀 是你要有 一级之长 你知道吗 你不能啥都不会干 那怎么行呢 是不是 第三是什么 你得要吃苦 你的勤奋 你得要叫不叫不叫不 你要努力工作 就这么三个条件 你只要把这三个条件 你去一个一个去分析 你有没有 如果你 只有一个不行 只有两个也不行 必须要有三个 然后你这辈子 日子绝对钱花不完 就这么简单 跟你祖坟好不好 有谋关系 是不是 但是中国人就这样 就那些个愚蠢的习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 把一个目的看得那么重 你说人一死 人死了以后 要么下地狱 要么上天堂 是吧 你干嘛 还要在这个世界上 去摇块地干嘛 有什么暖用呢 我就不明白 我就不明白 我老早就 我就跟我媳妇说 我死了以后 你就把我 骨灰往海里面一撒 大家都亲近 有什么暖意呢 是不是 不是就有毛病 我觉得是 你是不是搞了块地干嘛 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的 你政府怎么会 会找你收 收什么目的钱呢 你干嘛 是不是 就各种各样的 愚蠢的观念习惯 加上土共中国 土共地方政府 开发上臭不要脸 他就把你就吃的 就死死的 是不是 你什么叫死不起 你要块地干嘛 是吧 你干嘛动不动 你说你祖坟埋得好不好 祖坟好不好 跟你这个一个人的事业有成有什么 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那个我 我读 奥古斯丁的书的时候 我就都明白了 人家就是早 老早 公园300年就说了 任何时候你记住啊 当你出现问题以后 你永远不要去怪事务 不要去批评事务 你批评一块地干嘛 什么风水 纯粹胡说八道 知道吧 你应该要 主要是批评批评人 你怀疑你自己 一个你为什么这么穷 你为什么这么屌丝 一定是有原因的 知道吧 这时候你要多批评自己 找原因 是不是 你把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找好了 刚才我说了三个条件吗 你总能找到自己的原因 然后马上就开始改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以前 我就是 我为什么穷呢 就是他 就是个文艺青年 文学青年 你搞文学的人 在任何时候 都是穷酸屌丝 你说杜甫失血的好 好不好再说 至少他是个穷屌丝 为什么呀 你写诗的人 你拿怎么可能有钱的 任何时候写诗的人 都是屌丝 是不是 后来我就决定 他妈的 一定要改变 自己的知识结构 我就从零开始 去学金具学 学管理学 一下子后来 我就开始赚的钱来 我养家糊口 我把我脑妈照顾的好 什么东西 你怀疑自己 不要去 怪风水 不要去怪祖粪 那很傻的事情 所以说是民生 最后我们还是要讲点价值观的东西 人哪 这辈子 中国人为什么苦 第一呢 是自己蠢 我跟你说 没有常识 真的 咱一定要我认为自己蠢 第二呢 是 共产党坏 共产党坏 共产党也是人 也可以批评 共产党的确把人不当人 知道吧 第三 还是你 还是你蠢 你自己 没有医治肠嘛 是不是 大家都琢磨琢磨 真的 中国的事情说起来 真是 我为什么爱说这个民生的问题 很小的一个话题 我爱说我还可以说很久 为什么 因为我就从最底层最底层的村里面走出来的 我太知道中国老百姓不容易了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蠢死的 人是蠢死的 中国人是蠢死的 不是穷死的 老个子要多转一转 是这样的呀 是这样的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